一百一十年體育運動精英獎 最佳女運動員競爭激烈 在東京奧運最高殿堂 都替中華隊拼回獎牌 入圍得又舉重女神郭幸成 桌球一姐正一靜 空手道小清新的文姿雲 拳擊好手黃曉雯 以及跆拳道國民女友羅佳麟 最後又停舉一百三十三公斤破奧運記錄 抓舉一百零三公斤 總和兩百三十六公斤在東奧奪金 完成生涯金滿貫的郭幸成高票獲獎 這是她生涯第四度 獲得精英獎最佳女運動員 頒獎典禮侍奉大力女神居家檢疫期間 特別請學姐洪萬婷代為出席 就會非常開心 然後能夠再一次的獲獎 那我覺得因為每一次的 這個運動精英獎的獎項 其實對我來說都 對我來說其實都非常的重要 因為我覺得那就是 不僅僅是肯定我在 可能當年度的一個 在賽場上的一個表現 那我覺得也是就是 我覺得這是一個榮耀 然後也是自己一個 督促自己的一種方式 郭幸成開心獲得評審肯定 更維持一貫謙虛的態度 韓話會繼續鞭策自己 邁向新的高峰 回顧疫情之下的二零二一年 大家看到的是她賽場上 橫掃八斤一贏的好成績 反覆準備過程和心理承受的 龐大壓力只有自己最清楚 舉重女神最想感謝的 除了身邊親友和訓練團隊 更沒有忘記每一位在社群媒體上 按讚留言打氣的光大粉絲 2021年我自己最滿意的 其實是壓緊賽 因為其實在壓緊賽之前的訓練 其實都真的是都很特別好 我是可以用特別好的這個詞 所以在壓緊賽我就覺得 就是那時候也破了自己的抓局 終於破抓局 因為以往都是破停局 所以終於破了抓局 就覺得那種信心認真是 直接大陣這樣子 對 所以就是還 就還滿有信心的 去接下來背上那個奧運 奧運 真的 就那時候就是真的 就是真的 對於大家說最穩的精彩的這個 頭寫就是真的是壓力是非常非常 比那個 比一般準備比賽的時候 那種壓力還會更大 比較多雜訓的時候 就是會想說會一直很多的擔心 對 就說我會不會怎樣 就就像這樣 怎樣去跌倒 然後氣到什麼 碰到什麼 所以那陣子就真的 就是比較緊繃一點 後來是因為看 就是待在那個選手桌裡面 一直就是不要亂跑 然後包括看到看書籍 讓自己可以比較是 能夠靜下來的對話 我覺得是 就是這一個我覺得對我那時候在準備要比賽之前是還滿大的一個 一個緩和的一個作用 對 所以其實還滿開心有看到自己覺得自己有力量的巨子 然後也讓我在奧運場上能夠很很享受那個舞台 以我自己來說其實能夠在賽前跟賽後收到很多人的加油支持 就是不管我們這次比的好比的不好 那其實大家都給予我們很大的一個鼓勵 那當然也希望就是接下來就是 就是不管任何項目任何的選手 其實也都希望大家能夠持續的支持我們 然後當我們最大的一個後盾 一年一度的體育運動精英獎 恭喜郭信淳第四度獲得最佳女運動員肯定 寫下舉重場公斤數之外 學妹們未來追逐的另一個障礙 在目前全世界變種病毒肆虐 疫情更加嚴峻的情況之下 舉重女神透露今年會以在國內訓練為主 即便可能減少出國一地訓練的安排 她對自己的調整還是很有信心 期待九月中杭州亞運能成功衛冥金牌 以及年底市井賽再闖佳績 同時也要朝著2024巴黎奧運 連裝五環殿堂金牌直路馬進